我要寫是他不簽 是他不簽 要不要給你看法院判決書 他不行 你不用笑 一開口就比著對方大罵 這名戴著黑框眼鏡的男子 就是親子台的教堂哥哥 找人合夥開餐廳 卻被前合夥人指控 欣賺70萬元 不願意歸還 看他這樣子 好算了 幫一個人也幫自己這樣子 沒想到他們短短的半年 把我的一些辛苦的錢都打走 講得深淚俱下 這名合夥人丁梅青 從越南嫁來台灣15年 也在台北市開越南餐廳7年的時間 因為教堂哥哥是店裡常客 才會認識 當時雙方說好 出資70萬開設新的越南餐廳 但是店才開沒半年 雙方卻爆出糾紛 到法院他有承認 他承認我是合夥人 可是私底下他講的 都是不是合夥人 是個員工手指不乾淨這樣子 這樣待對我太不公平了 歡迎光臨 先幾位 來 幫你代位 本名陳嘉行的教堂哥哥 這回親歷輕微開設越南餐廳 還因為原本是兒童界的天王 轉換跑道受到關注 沒想到店裡生意建區穩定 卻被指控不退70萬元 但是對此他也感到相當氣憤 那他表寫普通權益書 他說不用 就是說不用 大家互相相信就好 因為70萬是小錢 都要說的 然後在訂貨上動手腳 你要不要扣一扣 你的70萬真的有70萬嗎 為什麼他不敢跟我們 去事務所算那些錢的原因 因為扣完之後 他還不夠要陪我們 出面澄清 一切都是對方的不實指控 而且對方提出了刑事告訴 檢察官都做出不起訴儲費 將會對對方的誣告 尋求法律途徑 原本合夥開店做生意 兩個人合作無見 還留下開心合影 最終撕破臉對付公堂 恐怕也是雙方始料未及 記者 加密揚終身武清俊 台北報導